欢迎来到谭宁街10号 你看起来很棒 社会距离并不意味着外交或政治距离 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刚刚见面时简短的寒暄 看上去气氛很不错 然而这不是一个单纯或干净的访问 英美护法本来是牺牲平常的事 但这次十分的特别 他们讨论的大多是损害中国的话题 7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蓬佩奥出行前一周 就发表公开声明 迟迟形成的议题包括中国问题 无据网络发展和英国脱欧后的自由贸易协议 明确指出中国话题是迟迟出行的记者会 当天蓬佩奥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称 我将对英国和丹麦进行网站访问 我肯定中国及其对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威胁 将是我迟迟访问议程中的重中之重 从蓬佩奥落地后的行程安排来看 这位美国国务卿千里迢迢飞越大西洋 主要是冲着中国来的据英国光源称 蓬佩奥将先会见保守党和工党的后座议员 另外他还会会见香港前港独彭定康 这些人都是英国国内顽固的繁华势力 说来也好笑 美英两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会面 关键词却少不了中国 因此不少网友评论称 人是冲英国去的 事是冲中国来的 天天谈中国的事 你们没有别的好谈的了吗 当然英国方面也展现了迎合蓬佩奥的诚意 在蓬佩奥抵达伦敦前几个小时 英国方面宣布终止与香港间的引渡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 英港间的引渡协议立即终止 同时英国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扩大到香港 7月14日 约翰逊发布命令 在2027年底之前 清除英国5G网络中所有的发威设备 此前伦敦已经宣布向大约300万 持有英国海外护照的香港公民提供移民机会 美国对英国最近的一系列举动都看在眼里 蓬佩奥出发之前也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肯定 他说英国与美国以及现在的 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成为清洁国家 这些国家没有不受信任的武具供应商 英国干的这些事算是先志统山刀 英国在决定之前相信不会少到中国 不会防治吧 就禁止华为这件事而言 英国让自己的武具时代推迟二到三年不说 英国本土运营商要损失约二十应银半 这实实在在的利益 英国说抛就抛 显然不仅仅是所谓的安全考虑 在蓬佩奥要访问的消息释出之前 很多人可能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英国这段时间在对华的议题上 痛得比澳大利亚还要钱 现在真相大白了 做这一切英国也不是白干的 它是做给美国看的 并且有至极的算盘 蓬佩奥反应其实还有一项议题 就是要和英国谈双方的制贸协议的事 这是美国没有重点提 媒体也没关注 但在英国人心里 这才是正经事 英国不再是欧盟成员国后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并签署制贸协定 就是它的主要任务 在所有的双边的制贸协定中 对英国而言 由于美国和欧盟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 所以重要性也是排在最前面的 据统计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 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9年 英国对欧盟的出口为3000亿印版 英国从欧盟的进口额为3720亿印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欧英制贸协定对英国都是举足轻重的 再看美国 2019年 英国是美国第七大贸易伙伴 第五大商品出口市场和第八大进口商品供应地 2019年双方货物贸易额约为1323亿美元 其中美国出口691亿美元 英国进口631亿美元 这个数字虽然也挺大 但和英国托欧盟的贸易额相比 确实有点相形见处 美国与英国又有必成不同的意义 托欧美国在政治上对英国的意义提升了 所以之前很多分析人士都觉得 英美这制贸协定 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带来的经济好处 政治意义也要大于经济意义 所以英国应该很想要牵承这份协议 保持一份经贸上的紧密联系 其他方面的合作可能也会更加的水到渠成 而美国也给英国投送了一些承诺 比如去年6月特朗普访问英国的时候说 英美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的联盟 美国会给脱欧后的英国一个非凡的贸易协议 但这份非凡的协议没那么好拿 美国一边说着自由开放的贸易 一边因为自己获利不足 对自己的盟友也持续地用着大办 美国两年来一直对英国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对苏格兰威士忌和其他的英国产品征收关税 以报复欧盟对空客的补贴 最近美国有威胁要对来自英国和欧盟的 31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并且没有豁免英国的意思 在英美质贸协议中 美国想要的可能也比英国能够给的多得多 比如美国希望农产品和肉类制品 能够享受完全的英国市场准路 但英国敌视转基因粮食作物 也不能够接受美国的养殖业 给肉琴用抗生素给牛打激素这种做法 药品价格也是一大棘手问题 英国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对药品的定价 有自己的规则而且视之为国宝 很难想象这个领域会对美国药物和医疗服务深度的开放 这还只是美国要求的一部分 英国希望通过制谋协议扩大出口汽车持气 还有取消之前加的额外关税 这么多年的特殊关系 可能英国也是明白了 很多时候美国所想要的东西 可能远比明面上多得多 所以对准香港 拿华为开刀 很像是英国给蓬佩奥的接分礼 但是英国可能真的是一腔于衷 终究是错付了 英国独立报前两天发表顺论 英国应该反思与中国的敌视关系 这是最近英国对华理性派声音的一个典型代表 文章显然是在提醒英国国内的对华保守派们认清一个现实 如果继续的仅跟美国恶化对华关系 英国在利益制腔的泥潭只会越陷越深 这里面的逻辑是 美国铁了心要遏制和打压中国 短期内指望美国对华政策 发生重大的转变是不现实的 为了这个目标 美国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的压力 也将持续的增加 进而导致盟友一连串的令人不适的选择 怎么不适 英国已经尝到了 短短半年内被迫在华为5G问题上立场斗转 就是一个例子 独立报的智力行间也在警告 再这样下去 英国以后还会遭遇更多的不适 因为欧洲问题学者说 最近英国在多个涉华问题上的表态 尤其向对抗方向突然转变 拦人费解 一种解释 是他在五眼联盟框架内 受到了美国巨大压力 被迫屈服 但在大国间寻找分析 代价而沽 是英国外交的一个深厚的传统 之前 为了这伊核问题 在欧盟和美国之前找平衡 为了5G问题 在中美之间找平衡 都被认为是英国 这种外交传统和能力的体现 而且对中英关系 英国早就表现出了重视 在脱欧后 制茂协定的谈判名单上 中国排在相当靠前的位置 英国的金融和教育等行业 尤其期待更多的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式的务实主义 虽然是出了名的 但在腾挪空间和实力 越来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英国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算计失误 有时候只顾了眼下利益 丢了抬头万路 提擦大事的视野和智慧 先注表现之一 就是在对华关系上的摇摆和失衡 现在的英国 经济实力能在世界前十之列 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 军会开支全球地物 并拥有核武库 教育科技实力也属世界领先 如果英国足够的理性和灵活 设法保住这些实力 摆在他面前的未来 将是一幅冲出欧洲走向全球的图景 但如果路走歪了 也可能变成一个欧洲不爱 美国不疼的尴尬存在 为了作为传统大国的视野和战略底蕴 他将收缩回一个帝国余晖上景 人口只有六千多万 而且地域局处的英伦山岛 等待 这个面前的目标